哈喽美玲,因为我明天早上开始要进去录音室录音 所以我不知道目前进度怎么样 那我在二一箱之后一直到就是看到的这个横建一和马挂这里 目前是已经简单先编辑完了 那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如果你有时间想做的话 你会看到我这个图呢,它其实没有它本来的背景 这是怎么做的,任何一张图你只要在它上面点两下 左键点两下,你会看到在这里有一个移除背景 你点下去,那现在在紫色的这一区就是它到处会切掉的 那我比如说把它拉多,我再把它拉长 好,那你会看到它现在会出现这个状况 那比如说我这个我也不想要 你会看到我会有一个标示区域移除,你点它 你就在这个地方画下来,这就是它不要的了 这个地方也是我不要的 这里我不要,这里我不要 那它就会越来越,就是说范围越来越精准 那相反的,如果你后来比如说,你这个删除标记 有些东西是你还是要的,你这个把它弄掉 它就又回来了,那就是这个是我不要的 所以我特别弄掉 那如果你这个按下去就是,我这一区我要保留 有可能我刚才不小心,或者是一开始它选取的时候 它把你要的,好像这一区你看,这个东西它的手不见了 所以我按它,我按这个手的地方 手基本上回来了 然后你就保存 看到了吗? 它的背景就不见了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茶医 你一样按两下 我们拿过来一点点 你按它两下,你又看到这边有一个剪裁 你一点 它这个颜色会改变 这个就是代表说,这边开始我是要用剪的了 那有一些图我在 做的时候也有可能 干脆这样子的方式,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的是整个人 可是如果如果 它压这个所谓的logo的地方,已经很下面很边边的,没有什么差了 用这个方法 好,我剪裁完了一点 也是一样,它不见了 那这是两个小的诀窍 那其他的,像你已经会的 比如说校正这个颜色 你可以调整 你觉得它怎么样好 这些你都会了 然后就是我说的,一个是移除背景 一个是剪裁 都是一样,只要在图片上点两下 就可以做 好,然后还有一个功能 我其实做了 但是我不知道后来你们会不会有什么修改 是 特效 好,比如说这是老师本来要的 那一点 我把后面那张图弄掉了 这个人头把它放大了 那他的做法呢 就是 一开始 这个图案 好,比如说这个图案 你看到吗?它写一个1 那是因为 我点了它以后 我去动画这里 我增加它的特效 然后这边 它就是有什么样的功效 它就会跑出来 那这个部分它比较复杂 你不会做没关系 而且我其实基本上做完 我只是告诉你 以后有一些动画 你想让它出现 你想让它不见 都可以 包括出现的 方法也都可以很不一样 好,那大概是这个样子 给你参考 如果你 你明天有时间 在我不再能弄的时候 可以 参考看看 对 对 感谢观看